2019年4月17日下午 朴友天接受长达9小时的调查后离开警察厅 当天上午 他对媒体表示诚实接受调查 所有在京津南部地方警察厅长达9小时的调查中 朴友天否认了大部分与自己有关的吸毒嫌疑 据悉警方已经掌握了朴友天吸食4至5次毒品的情况 并且掌握了朴友天直接进行毒品交易的监控录像等证据 后警方证实并没有掌握这样的视频 报道毫无事实依据 7月17日下午播放的MBC Newsdesk报道称 关于朴友天的毒品调查 警察已经掌握了决定性的证据 据报道朴友天吸毒的次数共达4至5次 警方表示还得到了监控视频 可以同时出入被指挥连人投药场所的京津道河南市的住宅和黄河汉汉南岛的住宅 Newsdesk特别指出 纪念年初警方掌握了朴友天在与黄河纳吸毒前直接购买毒品的证据 朴友天以秘密进行毒品交易的所谓投证手法开始购买毒品 但是朴友天对吸毒嫌疑却极力否认